Elixas的NX家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族产品啊 就是它的细分产品很多 NX260还有350H 那350H的这个入门版的车型 刚好和二轮的中配价格完全一样 都是355,800 那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2.5的混动 是ECVT的变速箱 但是配置会更低啊 虽然全系标配了L2 但是呢它没有了天窗 是一个步座椅 按照国人的审美可能接受不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看看旁边的NX260 中配呢一样是355,800 因为会幅度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对不起 那是一个前驱车 是一个纯燃油车 能耗相对比较高 2.5自习的发动机配的是8AT的变速箱 变速箱好像更高级 然后又多了天窗 又多了皮座椅 这个时候会让消费者左右纠结 所以我觉得雷克萨斯NX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车型 非常聪明的一个家族产品 就是涵盖30万左右的一个终端的一个裸车的价格 基本上你到了雷克萨斯店里 这两个车你会二选一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那为什么我说它是30万左右的一个产品呢 基本上这个车全款落啊 就是优惠在5万左右 很难再优惠了 但是如果败单款的话 优惠幅度可以再往上弹 所以说你可以根据它355800的指导价 做一个返向推导 那基本上败的贷款越多 优惠幅度就越大 这个东西羊毛出在羊身上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追求这个最极致的底价 车长都是一样的 4660轴距是2690 那配置呢 刚才我说了全系标配L2的驾驶辅助 这是这个车的最大的卖点 而且雷克萨斯的车很有意思啊 它的中端展车就展示NX350H 它就告诉你这个车的性价比最高的 那接下来我们到车内给大家聊了啊 这个车没有天窗 布座椅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这么的low 来咱们坐到车内啊 首先这个座椅啊 是一个手动调节的 就是如果你看这个调节方式 上到一个裸车优惠完 就不断贷款 30万出头的一个车 你会觉得我接受不了 但是这个座椅的材质 给个电头啊 这个座椅的材质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我不是在人店里尬吹人家 就是它虽然是知误的 和斯巴鲁很像 就是我们家的斯巴鲁 我是特意选的植物座椅 因为那个植物比真皮要舒服 真的是冬暖夏凉 那个真皮反而怎么说呢 比如说夏天穿短裤啊 或者附加十岁女生大腿露出来的时候 它会粘大腿啊 就这个反而植物会更舒服 如果让我选 我肯定毫不犹豫 NX350H 为什么 因为这个2.5的混动太省油了 又不调细 92粗粮 百公里低的时候 能够做到四点几个油 就是你往死里蒙踩 就是七个油啊 虽然发动机马力不高189匹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182匹的电机 所以说 它的就是低扭的动力表现 相较于2.5 配这个8AT的NX260 要更好一点 那同时呢 就是它很在乎这个氛围雕主啊 比如说L2的加十佛 刚才我说了 这个是必须是雷克萨斯的卖点 然后呢 金属的换挡拨片 小电子挡霸 驾驶模式选择 包括倒转影像 这些就是常规的功能 全都给到你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车虽然 就是按配置看 它好像没有天窗 让你实际体验 这个车它并不low 接下来 咱们体验一下后排 轴距2690 和NX260是一样的 很多人都说 一个中型SUV 轴距都不到2米8 这车行不行 咱给他亲自体验一下 其实家用啊 空间不算特别小 咱们看这后排体验感 就是 其实雷克萨斯的NX甲组 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很温馨 并不是说打造那种 就是 就是刻意雕琢那种甲高级 就是坦诚的说 这个和那种皮质座椅的这个后排比起来 它的座椅的柔软度有点小小的区别 但是支撑会更足 同样是标配了两个空调出风口 各种充电器的接口 还有这个防尘罩 这点小细节 我觉得整车进口车 确实就是有它的细节雕琢之处 中央扶手这个也是标配 其实我们理性思考 为什么我会推荐你买这个NX300呢 虽然它没有天窗 就是可能就是视野不那么通透 但是其实这个座椅的材车 真的挺亲肤的啊 关键是什么 你买它不就是买套混动系统吗 虽然是ECVT的变速箱 可能没有AT听上去 在SUV上匹配度这么高 那么高级 对吧 而且又是个前驱车 但是它能耗低啊 而且就是雷克萨斯NX这个车 你看着去 就别人看你的眼神是有点儒雅呀 或者有点生活品位的这么一个标签 就是你可以足够自信说 哎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但是别人会给你贴一个标签 在你脸上 就是给你扣一个先入为主的帽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花30多万 买一个纯进口的雷克萨斯NX 就是这个车的最大卖点就是这个 而且你还可以怎么说呢 无限拓展一下你的这个人人格形象 比如说我在海外生活过 或者说我是一个海归的什么高学历分子 我确实觉得这个不太实用 就因为我们在海外的时候发现 海外的车就是 我指的是相对比较发达地区啊 基本是没有这个天窗的很有意思啊 但是国内的就觉得天窗 好像是一个像一个硬通货一样 所以说最终 就是我一开始那个观点 雷克萨斯NX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车型 消费者到店里 260和350H左右纠结 怎么着都会提走一台雷克萨斯NX